国语有生善书 一赤拱横堂善书 严命诸姬 主诸先佛为地母至尊 此为养生严寿妙书 地母至尊匠 地念七节 祭口 所谓祭口 针对者即是口腹之欲 此一欲望 可以令人缠心大动 无以自已 试看 明知自身体至祭冷 却偏好生冷食材 当然有许多事美食当前 后果不济 再者 病者之身 一家千丁万主 不可吃食何种食材 却又难党口腹之欲 急欲品尝而后快 此一心态 在今人可谓屡见不鲜 众生切莫以为 此乃老生常谈 但其间所蕴含 绝非仅止于 当下之病情而已 有些事对当下 并无甚大伤爱 但却后患无穷 忌口乃是古来人们相隐为戒 在身体有所病损或在调养复原之际 一定要有节制口腹之欲 因为身体各部官能或脏气有所伤损之时 会有食材其本身之特性 会有甘爱之特质 因此一家会特别主妇忌借 但是民以食为天 食为口腹之欲 此欲又为人心最难自治之处 因而虽然明知 但是却又故犯 殊不知故意乖为之后果 却造成自身除当下之病情无益之外 更有牵连到其他脏气或官能 甚至机能 因此受伤或二度伤损 此节说明我人对于口腹之欲 一定要从平素之间即加以节制 切莫临到需要忌口之时 对于自心欲望 却以节制无力 如此即是断送严命之契机 更重下伤害此身之或缘 修道人最重要就是要有健康身体 才可以做各种服务善行 此书乃上天降下养生与严命之书 望大家努力落实 感谢观看 小编整理末法书基一 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 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虔诚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 若没通过 者可至少到寄功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则有两位 入栏道五庙明正堂 拱恒堂 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消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恒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恒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萧妻是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恒堂圣书现世报律例 五庙明正堂圣书效劳助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识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恒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积累至二十德 准与转为因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超把与生前驻籍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疾老母从无疾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疾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恒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驻籍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观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域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驻籍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域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异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筑集往生弥勒净土 筑集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 拿谋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拿谋弥勒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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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期末节 世人造恶多端 天地间已累积太多怨气 天上诸天仙佛屡屡下凡劝化众生 无奈众生太多不信因果报应 所以把因果讨报速度调整 改为现世报应 望大家把卧时光修行 未来灾结只会越来越严重 把卧机会超拔先祖 妙与神明 有缘亡魂与游魂 地基主甚至为自己与亲朋好友 生前筑集灵修院 无集正道院或浩天子寿灵修院 未来往生后可以去修行 因为太多人过大愚弓 这样绝对无法回天的 您有把握三观九口可以过关吗 您在世会发脾气吗 会好美色吗 会不说谎吗 甚至 望大家都改成吃素 断掉与众生之冤报 这世界就会更和平 恢复以前无灾无难的世界 希望大家一起吃素修行就地球 希望大家能早日吃素修行 多行善 多放生 多念佛 礼拜 ORCHESTRAN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